最终的胜利 第一档起伏的比赛过程 以及两队队员精彩的表现 都让这场比赛成为了 今年女排赛场上的一场经典战役 北京时间2007年8月24日 中国宁波北伦 世界女排大奖赛总决赛第三轮比赛 中国女排对老对手意大利女排 这是今年中国女排的一场经典之战 比赛一开始 中国对边利用意大利队的失误接连得分 以3比0领先取得了一个良好的开局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队能顺利拿下这场比赛 因为意大利女排完全不同于 中国女排的其他竞敌 虽然意大利女排没有意大利男排那样 显赫的成绩 但自从2000年崛起后 他们便成为了一支 让任何强队都不敢小觑的队伍 对中国女排来说 从2002年女排试锦赛开始 到今年世界女排大奖赛总决赛前 中国女排和意大利女排总共交手6次 意大利女排以5胜1负的战绩 占据绝对的心理主动 因此意大利女排就像是横跟在 中国女排面前的一座山 若要前进就必须翻阅它 意大利的7号也是 特点的就是进攻点的变化比较多 可以飞的长一点短一点 远一点近一点 所以你让你拦网队员很难 不能够连续的比如丢两分三分 甚至更多的分 漂亮 意大利的防守不错 调整 变传 在薛明和李娟双人篮网封死赛科洛的强攻后 中国队以8比6 领先进入第一次技术暂停 暂停后 意大利队的主攻费奥林的篮网收效不错 在杨浩强攻失误后 意大利队顽强强地将比分追至11平 技术快打法 那么他也有快球 也有交叉跑动 因为他的二船身高比较矮 但是他毕竟在力量上 比中国队还是越强 但是杨浩扣球的力量 跟阿奎罗比还是有差距 对 因为欧美运动员 他的肌肉的力量 确实比我们大 好球 非常可惜 就像这种球 有时候两个队人撞在一起 还容易形成受伤 高的水平 阿奎罗网球 球抛得很高 他发球力量还是挺大 跑动进攻 阿奎罗防起来了 掉球 中国队早有防范 中国队一个后拍进攻 意大利队也是非常顽强 球界外 两队的比分交替上升 意大利队主攻赛科罗的扣球出界 中国队将比分追至15平 扣球界外 15平 但中国队二传魏秋月发球失误 让意大利队以16比15反超 比赛进入第二次技术暂停 暂停结束后 意大利队继续保持领先 阿奎罗的灵性也继续闪耀 在一个巧妙的轻达得分后 意大利女排以20比17继续领先 杨浩发球连得2分 以23比22反超 关键时刻 稳定了军心 对意大利队呢 我们看阵容上呢 他们也做了一些调整 今天是用孙小青 替补周苏宏 打接应的位置 中国队后排 自由人张贤 已经抢到这个位置 但是差了这么一点 之后 马运门的快攻 让中国队率先进入局 在意大利队主攻菲奥林 扣球失误后 中国队艰难的第25比23 赢得了第一局的胜利 第一局双方势均力敌 仿佛注定了 这将是一场艰苦的比赛 而对中国女排来说 取得胜利 不仅是打破中国女排 在面对意大利女排 心里劣势的最好机会 同时也是对新阵容 一次最好的磨合 而这只以老代新的 中国女排 今年一开始 便连续夺得了 国际女排精英赛 瑞士女排精英赛 和俄罗斯总统杯 三项赛事的冠军 但之后的表现 却不够稳定 尤其是在 女排大奖赛 澳门战最后两场比赛 赋予古巴队和荷兰队 以及女排大奖赛 总决赛第一场比赛 又一次赋予荷兰队后 中国女排 经历了痛苦的三连败 但在之后 总决赛第二场 与波兰队的比赛上 中国女排 触敌反弹 并以三比二取得胜利 而如果这一场 对意大利女排的比赛 能够取得胜利 对中国女排 新阵营的磨合 新队员的锻炼 会大有益处 保护得很好 而已经加入意大利国籍的 远古巴名将阿奎罗 让意大利队的实力 有了一个飞跃 他们可以和任何一支 一路强队相抗衡 我们看到意大利队呢 确实在防反的技术上 也是很细 第二局 意大利女排 与中国女排 一直从三平 占只十平 十三平 十五平 中国女排在第二局 一直没有在场面上 取得优势 球发得不错 机会 看看中国队的防法 能不能把握住这一次 这个配合没配好 本来是中国队 掌分的机会 结果让对方抓住了 所以现在比分是 十六比十五 罗比安科发球 好球 在阿奎罗凭借个人技术 连得两分后 意大利队 以十七比十五取的领先 这个阿奎罗的扣球 使我们响起了 当年那个古巴的路易斯 一臂性非常强 而且翻弯翻得很好 好球 好球还有 防好球 传好 拉开 哇 阿奎罗凭借了 发球直接得分 完全是男子的这种 腰腹力量啊 速度啊 哎呀 最球没有骗过就好 所以在对方的这个 四号位的强攻也发挥的不错 这是六号菲奥林 在主攻菲奥林 强攻反击命中后 意大利队24比21 领先进入局点 最终 阿奎罗一锤定音 让意大利女孩 以25比19 扳回一局 二号位进攻 又是阿奎罗 第三局同样艰苦 但中国队在这一局表现稳定 一直占据着场上的优势 比赛一开始 中国队便以5比3 取得两分的领先优势 还有快起 哎呀 周子鸿和学明拦网 他就知道变直线 因为外边是周子鸿 尽管菲奥林 连续强攻得手 让意大利队追至五平 但之后的比赛 意大利队的失误明显增加 中国队继续保持着领先优势 这位 好球 漂亮 八号鲜明单人篮网 拦死了对方的八号巴拉萨的快球 漂亮 这个主攻手内切呀 不是在四号位 已经跑到了这个短拼快这个位置 但是在国内比赛的时候呢 他对方比较篮网比较弱 他敢发力 但是国际比赛他不敢发力 这是他的缺点 调球 尽好球 传好 拉开四号位 阿奎罗就赶下手 赶下手 对 虽然阿奎罗进攻凌厉 但是杨昊的后排进攻命中 让中国的迅速将比分拉大到19比10 好 这球是打成了 但意大利女排并没有丧失信心 虽然大比分落后 但凭借阿奎罗的打掉结合 巴拉扎的篮网 以及飞奥连的强攻连得四分 将比分差距缩小到19比20 这球是打在中国的手上 连续得分 现在还站在这个 现在应该是三号位 打一个时间卡 上了一条薛明 这一分很关键 先把这个势头稳定住 好球 孙小青 当然是一个轻打 好的 中国在这球防得非常顽强 有点开往 还是阿奎罗这一点 随着孙小青的失误 双方战成21平 但意大利队这一波进攻高潮 并没有保持住 失误继续制约着他们的发挥 在意大利队一次配合失误后 中国队以25比22 赢得第三局比赛 总比分2比1领先 第四局比赛更加激烈 中国队只要赢得这一局 便能取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而意大利队只有赢得这局 才有机会翻盘 在比赛达到4平后 意大利队通过快攻和发球 以及中国队的两个失误 以8比4开始领先比分 关键时刻 中国女排队长周苏宏 发球得分 中国队终于将比分 追成10平 15平后 薛敏和周苏宏双人篮网 封死阿奎罗的扣球 让中国队以16比15领先 一传没有到位 阿奎罗没法进攻了 中国的机会 变好球 分配好 好的 又是一个个人时间差 中国队马云文的探头球 让中国队以22比21 继续领先 之后 又是马云文的快攻 使中国队以24比23领先进入赛点 中国队离胜利至差一步之遥 但本局意大利队的把握能力更胜一筹 随着主攻奥托拉尼的反击得分 意大利队以26比24将总比分搬成2比2平 决胜局第5局 对中国队相当关键 因为在之前的一系列重要赛事上 中国女排经常在总比分领先的情况下 最后被对手翻盘 尤其是决胜局上富于对手 更暴露出了中国女排 在心理素质上排局加强的问题 本场比赛决胜局上 中国女排开局不错 一开始便以4比2领先 这球靠到了界外 好的 防起了阿奎罗的进攻 中国队保护好 反击 带扣 中国队在卡好位 中国队我们在防守反击这个环境上 有的时候好像二传手和进攻队员的配合上 还是有一点欠缺 这个球就等于又送给了对手 好的 中国的先把球过渡一下 机会 好不好 还有机会 哎呀 好球 这球是会球运 在关键时候第五局敢用二传二次球啊 对 用这个技术啊 应该说也是没有点胆量不行啊 对 一传也没有到位 调整 好球 中国队拦网得分 现在比分是6比3 好 发的后排 这是打一个长线 打到了一号位 菲耀林 进体快球 我就是机会 又是一个失误 他也想轻打 打到往前 阿奎罗确实是势大力尘啊 嗯 这他的7号是谷一级发球 嗯 还有 中央得保护好 传好球 扣 李军 那对方是由6号菲耀林 主攻守在三米线以后的进攻 所以后边中国队要 一定要打好这个一攻 好球 戒内 戒内 现在比分是9比7 哎呦 太重了 嗯 又是阿奎罗 阿奎罗 漂亮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对 一个背后的双块 嗯 背块远后 然后拉开 对 在决胜局上 中国女排把握战机的能力 明显强于对手 意大利女排 随着马云门二号位的一个单脚被飞 11比8 中国队继续在比分上压制着意大利队 还有机会 标球 意大利队把球送过来 这是一个防反得分的机会 再打 漂亮 中国队这几个防守反击打得出色 一传不太好 电传 好的 好的 心送过去 再形成拦网 好球 又一个摔救 扣球 漂亮 意大利队打的也很弱强 丝毫为反击 中国队拦网结果拦到了界外 这球是盼中国队持球了 今天这个比赛打得非常好看 丝毫为反击 拉开 漂亮 漂亮 李均在关键时候又得一分 这样是14比11 中国队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对 最后的一个发球失误啊 对 中国女排收获颇多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中国女排以接连的两个3比0 战胜了竞敌俄罗斯女排和巴西女排 最终获得了本届世界女排大奖赛总决赛的亚军 虽然只是一个亚军 但是对于这样一支尚处于磨合期 众多主力因伤缺陣的中国女排来说 这个亚军的含金量已经是相当的高了 接下来我们带您去欣赏一场冰球比赛 前不久在北京 中国鲨鱼队和日本西浦队举行了一场比赛 虽然中国队以0比4不敌对手 但从比赛的过程我们还是可以看出 中国冰球运动的进步 这是2007到2008赛季亚洲冰球联赛 中国鲨鱼队与日本西浦队的比赛 这个赛事是由中韩日三国 为了提高亚洲冰球运动的整体水平 在2004年发起举办的 至今已经举办了四届 在前三届比赛中 由于中国冰球的整体水平相对落后 所以中国队一直排名垫底 不过今年由于有了外籍球员和外籍教练的加盟 球队的实力得到了不小的提升 今年我们和美国圣河系鲨鱼队 就是NHL也是前六名水平的一个队 和他谈了个合作 他来支持我们的外援和外教 这样后来了五个运动员 来了三个教练 都是他们给派来的 来支持我们打这个联赛 时间随着这个时间推移 比赛打得多了 大家互相了解了 这样后对这个项目会有很大的推动 北美职业冰球联赛是在欧美最受欢迎的体育赛事之一 它与美国NBA一样实行市场化运作 受欢迎程度仅次于NBA 而在中国只有黑龙江的哈尔滨 齐齐哈尔加姆斯三个城市拥有冰球队 而哈尔滨女队的主力阵容 甚至就是国家队的主力阵容 冰球联赛也一直没有引入真正的市场化运作方式 这也直接导致了中国冰球近年来的水平不升反降 但是越来越火爆的中国篮球发展道路 让冰球看到了发展的希望 与冰球类似 篮球曾经也并不是中国体育的热门项目 然而随着NBA赛事的进入 以及中国球员的加盟 不仅是NBA走进了中国的千家万户 也塑造了姚明这样的世界巨星 因此许多美国体育联盟 纷纷看好中国这个巨大的体育市场 作为北美最受欢迎的四大体育联盟之一的 美国职业冰球联盟 也希望能够像NBA一样 打开中国这个广阔的市场 为此 他们主动与中国冰球队合作 通过为中国冰球队提供高质量的外援和外交 帮助中国队尽快提高水平 从而扩大市场影响力 现在和美国这个NHL这样的球队要合作的话 那是更远的目标 就是他们也期望的说中国这个冰球也能像篮球一样 可以想说像姚明这样 运动员在这个世界高水平的联赛里打球 现在这也是一个目标 由于看到姚明在美国NBA效力所产生的巨大商业价值 美国职业冰球联盟 也希望能够在中国冰球实力提高到一定水平时 引进中国的冰球选手 这也给中国冰球球员提高水平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另外 其他冰球项目的发展 如花样滑冰 自由式空中技巧等项目 都已经先后在世界大赛上获得过优异的成绩 这也促进了中国冰球项目的不断发展 就冰球自身而言 如今冰球运动的发展 随着影响力的提升 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的东北地区 南方等地也都开始修建冰场 这也让许多孩子开始有机会接触 和投身到这个项目中来 所有的运动竞技项目都是需要有后备力量 后备力量的支持 后备力量充足以后 它一步一步的优胜劣汰 但是现在有需要一个阶段 一段时期慢慢慢慢就提高上来就好 相信随着中国冰球后备力量的逐渐壮大 冰球的影响力日益提升 以及市场化的不断推动 中国冰球在经历一段艰苦的摸索之后 一定会迎来崭新的春天 不知道您是不是对冰球项目 有多了一些了解呢 现在北京已经是深秋了 天气渐渐地冷了起来 冬天就要到了 很多怕冷的朋友都已经不愿意再多出门了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在这个季节保持运动才最重要 还有就是请您要继续参与和关注我们的体育在线节目 给我们留言或者提出意见和建议 都有机会获得由清华同方送出的精美礼